这间店真的拗了 说龙凤地产有间洗衣店 哪里来的洗衣店呢? 原来龙凤地产 拗了洗衣店 真的拗了 地产难拗 可能真的是龙凤洗衣店 过马路过对面的时候 跟你说这间店 真的拗了 应该洗衣店会完全变不到 这么小的洗衣店 大概4尺 3-4尺表 真的是第一次 地产拗不上 真的拗了洗衣 看之后这个 叫龙凤地产 或者拗了 还有又一间洗衣店 拗了一次洗衣店 只存着了1700万 就是拗了 原本业主时 是在2005年的�� 295万到'2005' 刚刚就沽了1700万 这个就是讲新田地阶 新田地阶比较头断 黏在这边左敦的方向 我面向那边就是油麻地 看着这间的店铺已经成龙大 看见没有给你看真一点 哇 这个真是厉害了 这个就是说是龙凤地产 加上一个细衣店 说细衣店我完全找不到 终于23000元 就成交了1700万人每部 1.62里来宅店 好 看着这个龙凤地产 我现在挖住这个位置 你见到的了 等我登位的时候跟你讲一下这间店 先看看整幢大厦 就不会是什么重建 什么都没有了 这间店就沿着这个叫做仲方街 这些船是好的低消费力 建筑面积滑吹水400尺 实际上门阔大概11-12尺 深大概13尺 这间店很小 建筑面积超级大吹水 其实是很厉害的 这里就讲新田地阶 你看到全部都是那些餐具 那些沙关餐 就讲的是这间的龙凤地产这个位置 就成交了1,700万回报1.62里 这么低 23000元租金 很浅的 大概13尺左右 很浅的 1,700万贵 在想象中就 纽约34年左右 原本业主义在2005年的时候 295万进来 你要参加股价处2.5厘回报 就要做到大概3万5000元 这个位置真的很小 这间的位置 这间的位置 为什么会很奇怪 这间是警署 中方街 这间是石区会堂 那边就是苗街那边的 公道餐那些 这间的龙凤地产 看看这个位置 感觉这数回报很低 如果1,700万的话 说这数回报1.62厘 租金只有23000元 这么便宜 因为龙凤地产 旁边有个洗衣店 后面的时候 就用了 龙凤地产本身就很浅 就有感觉 如果真的只有1.62厘回报 这么低回报 这个位置又不是特别旺的时候 一个千几万点的货席 一个四分位 一个四分位 等个租金回报上来 1.62厘的时候 没理由来买这个 这个位置又不是特别旺 又不是特别旺 又不是特别旺 消费也不是特别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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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回报 不好意思啊 顺着 一会快乐 再次を再次产生 请不吝点赞 anее 人家来点赞 的 这是 这位置 明に